我的新手教學第一階段是黃色朝上 做出黃色中心的小花 第二階段是把白色邊邊轉下去 在底部做出白色的十字 其實呢,我們可以跳過小花的階段 讓兩個階段變成一個 直接做出白色的十字 第一步,我們要先找到白色的中心 讓它面向上面 接下來我們複習怎麼把白色的邊轉到上面去 只要邊邊在中間這一圈的話呢 都是可以直接一步轉上去的 如果白色的邊不在中間這一圈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轉到中間那一圈再上去 所以只要花兩步就可以 我們可以讓它從左邊上去 或者是從右邊上去 接下來呢,我們要學兩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是瞭解顏色的相對位置 注意到方塊的中心的顏色 像這是白色 這個是紅色 這個是綠色 現在我在這邊無論怎麼去轉它 這,你可以看到這中間的顏色呢 都是固定不變的 這是因為方塊的中間呢 有一個固定的骨架在 如果白色的中心朝上的話 旁邊四個中心的顏色就分別是 紅、綠、橘跟藍 這四個顏色的順序呢會是不變的 所以要記好 那在這邊呢,可以看到紅色跟橘色 它們是同樣一個色系的 所以它們會在對面 那綠色跟藍色呢 它們長得也很像,都是同一個色系的 所以它們也會在對面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解好的十字 什麼叫解好呢 解好的意思就是這邊的邊的顏色 跟這個中心的顏色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我們只看這四個白邊的話呢 它旁邊的顏色也同樣會是紅、綠、橘跟藍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先想辦法 把這四個白邊就把它排成 紅、綠、橘、藍 這樣子四個順序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不用管中心的顏色 等到這四個排好了以後 就定位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一起對齊 這十字就解完了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我們不看中心的顏色 我們專心找有白色的邊 這兩個白色的邊呢 它的旁邊顏色是紅跟綠 綠色在紅色的左邊 所以這邊的相對位置已經是對的了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是橘色的白邊 紅、綠、橘、藍 橘色要在綠色的左邊 所以剛剛好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一步轉上來以後呢 這個順序就是對的了 接下來我們找一找另外一個白邊 在這裡 那這個白色邊呢 它這邊旁邊是藍色的 紅、綠、橘、藍 所以這個位置應該是藍色的白邊要去的位置 那剛剛好這邊也是一樣 一步轉上來就可以了 這四個的順序都對了以後呢 我們最後再一次對齊就可以看到 這邊的白色十字就已經解好了 我們要學的第二個概念是移動目的地 讓白邊很快的進去 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白邊的顏色這邊是紅、綠 然後這邊沒有橘 然後這邊是藍 所以我們運氣很好 這三個邊的顏色的順序剛好都是一樣 我們讀缺一個橘色 那橘色的白邊在哪呢 在這裡 我們的目的地呢 在這裡 我們希望橘色的白邊要跑到這裡來 這樣順序才會對 那我們要怎麼把這個橘色的白邊移過去呢 可以先暫停片想一下 與其一直想著想要移動橘色的這一塊 我們可以逆向思考 先把對的位置轉過來 這個是我們的目的地 我們希望橘色的邊呢 跑到這個地方來 那還記得影片開頭說過 在中間的這一層白邊 怎麼樣子能夠最快的轉到上面呢 它只要花一步 它就可以轉到這個位置來 我們現在希望橘色呢 它在藍色的右邊 也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呢我們就把目的地轉過來 轉過來之後呢 橘色就可以像這樣子一步轉上來 它就到了這個位置 移上來以後呢 這個順序就對了 那我們最後對齊以後這個十字就解好了 所以同時移動你的終點跟起點 會只比你移動起點還要方便 兩邊會合會比較快一點 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個例子 這上面已經有三個白邊了 旁邊的顏色分別是紅綠還有藍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個橘色的白邊 那是不是我們直接轉上來以後十字就解決了呢 並沒有喔 因為這時候旁邊的顏色順序是不對的 這邊紅綠 旁邊這個應該要是橘色 橘色應該要在這裡 但是它上面已經被藍色站住了怎麼辦 沒關係那我們就當作沒有看到 這個橘色呢應該要放在這邊 這是我們的終點 橘色可以一步上來 所以我們現在呢就轉動上面 先把終點目的地帶過來 然後橘色呢就可以一次上來 這時候橘色就在綠色的左邊了 這個順序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藍色的邊呢 藍色的邊它在這裡 那藍色邊的目的地應該要在這邊才對 橘 藍 藍色在橘色的左邊 所以這時候也是一樣 這個藍色的白邊可以一步上來 到這裡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目的地呢 把我們的目的地轉過來這邊 這樣子這個藍色就可以一步上來 那我們最後再對齊 這個白色十字就已經解好了 最後呢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這邊是紅色的白邊 這邊是橘色的白邊 所以如果是紅、綠、橘、藍的話呢 這兩個位置已經對了 那我們希望綠色的白邊是在這邊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是綠色的白邊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 綠色的這個白邊呢 要跑到橘色的右邊這邊來 那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兩步上去 我們從右邊 這樣子上去以後呢 這個綠色的白邊就跑到我們 對的位置了 那但是橘色的白邊被我們擠出去了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我們就只要再還原回來 這樣子就好 非常單純 不用想太多 我們運用我們剛剛所學的 實際用在這個打亂的方塊上面 那我們第一步 就是先把白色的中心 把它面向上面 然後我們來看看 四個白邊分別在哪裡 這邊有個藍色的 這邊是紅色的白邊 綠色的跟橘色的這樣子 這邊可能會碰到 第一個問題是說 那有這麼多白邊 我要先解哪一個 以目前的狀態的話 先解決哪一個都是OK的 那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像在這邊是藍色 那紅綠橘藍 藍色的話呢 它的右邊會是橘色 那剛剛好在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橘色的白邊在這邊 它一步上來的話呢 它的順序就剛好會是對的 所以我們可能可以先把這個拿上來 那不過在這邊我要做一個小技巧 這個不一定會需要知道 那但是我在這邊解釋一下 我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 可以看到這個綠色的白邊呢 它不在中間這一層 所以它會需要花兩步 那就會解的比較慢一點 那在此同時 如果我先把這個綠色的白邊 先轉過來 那當我解決這個橘色的白邊 把它轉到上面的時候呢 這個白邊就會順勢的 被我轉上來 轉到中間這一層 那所以這時候它就只要花一步就好 而且我們運氣更好的是呢 紅、綠、橘、藍 橘色的右邊要是綠色的 那這邊非常的剛好 那這個綠色呢可以直接上來 最後這個紅色的邊在這邊 紅色白邊 那它要到的位置是在這邊 紅、綠、橘、藍 在綠色右邊這邊 目的地在這邊 可是方塊在這邊 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把目的地轉過來 紅色如果直接上來的話 它會到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的 終點 目的地 把它轉向這邊 紅色的白邊就可以上去 所以最後呢 四個白邊都上來了 我們再一次把它對齊 旁邊跟中心這個顏色 對齊了以後 你可以看到 這個白色十字 就已經解完囉